今天上午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军委托 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林祥国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农机局局长徐顺年做的关于全省农业机械化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体育局副局长朱维宁做的关于全省全民健身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外事办公室主任费绍云做的关于全省外事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振宁做的关于江苏省201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省财政厅副厅长江建平做的关于江苏省2011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及2012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省审计厅厅长赵耿义做的关于2011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勇合作的关于江苏省2011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百苏宁张晏丁建民朱龙生秘书长邱中文出席会议 副省长徐明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安等列席会议 市民传执行长徐明省